我擔心是心肌梗塞 它其實有所有的典型胸痛 我們叫心甲痛 那它大部分都是在前胸口大時候壓住頓痛 那有的人其實會轉移到下巴 或者是左上臂麻 痠麻 那常常是在有做一些活動的時候發作 那再嚴重一點的 它可能開始冒冷 它有一點噁心 它可能真的要心肌梗塞 所以有這些典型的症狀 我們叫典型的胸痛 所以你真的要注意 那為了加深大家的印象 我舉一個 我上個月在急診遇到的 一個既悲傷 但是又幸運的那個案例這樣 非常有幸運 醫生你好成系列好 因為他最有意義 就是他其實本身 冠狀動脈血管就不太好 已經放過支架了 那其實在心臟科本來已經要跟他安排 兩天後要來住院 再用心腦管去做一次檢查 那其實可是他在前一天 他就覺得 胸口悶悶的 他哪裡 他就說不上哪裡不舒服 他就覺得怪怪的 所以他就跑去他們的區域醫院看 那當下幫他做的檢查都正常 心電阻心肌酵素都正常 但是那邊的區域醫師就說 反正你明天都要去大醫院做心刀關檢查 所以他們就包袱寬寬 然後就自己開車到急診室來這樣子 那我遇到他的時候一樣 他就跟我說他就是覺得怪怪的 不知道是胃不舒服還是胸口不舒服 可是他就是覺得 這時候當然急診室醫師的嗅覺 就聞到死亡的味道 所以當時我覺得他不太對 而且他有點冒冷汗 他會形容 這醫生你好神 他會這樣 因為他加深大家的印象 所以我就把那個病人 我就把那個病人推到我們的急救區裡面 那我印象非常深刻 因為我們到急救區裡面 我們一定會先裝上一些 就是監控生命的那些儀器 那一逗上去 我等護理師都弄好之後 我跑去跟他講話 我問他你現在還有沒有覺得不舒服 因為我在推進去的前一刻他一直在冒冷汗 你有沒有什麼不舒服 我還一直在想他前一刻 一個小時之前在外院的檢查 都是正常的 我才在跟他講話 我就瞄到 他那個旁邊的監視器怎麼在跳那種 我簡單來說就是死掉的人 他當下沒有呼吸心跳的人 才會出現的心率 就是可以電擊的那個心率 就是心室的纖維戰動 我還在想說 怎麼會他還在跟我講 因為他還在跟我描述他的不舒服 怎麼會出現這個死亡的心率 他才講到一半人就黑掉 就忽然就 好像恐怖 完全定格不動 他就當場訓示 那因為剛好我推到急救區 這就是他幸運的地方 因為我剛好把他推到急救區裡面 然後我們那個儀器都裝在身上 所以我電擊器拿來就幫他做電擊 然後馬上CPR 我們就 9分鐘電擊了4次 他後來就插管之後人就有清醒 那趕快去做緊急心導管 發現他三條血管都栽肚了 對 我還好是在急診室 不然在外面 我所謂的幸運是說 不是說他遇到對的醫師 是遇到他 不是說他還好有事 在急診室 移前到醫院了 最重要的是那個死亡的味道 對 我都在救他 被他救到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鈴鐺收看我們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的內容嗎 可以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請看更多的影片 不及你的影片 支持我們 不要胡來 ADCPR 我們可以按摩 我們一下 打扮一下 對